8月21号下午,蒋总统在总统府接见来访的美国联邦参议员访华团,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杜尔,参议员豆米尼奇夫妇,迈克鲁夫妇,莫乃汉夫妇,科恩夫妇,威尔逊夫妇,爱万斯夫妇,参议院秘书长科培女士及秘书处处长葛林等人。 蒋总统首先代表我国政府及人民对外宾们的来访表示欢迎,随即和他们恳切地交谈,并且就两国共同重视与关切的各项问题,彼此交换意见。 总统特别请议员们访华期间针对两国应该加强合作的事项,与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言商讨论,谋求今后共同努力的方案。 杜尔代表访问团感谢总统的接见及我国政府的接待,同时说明了此行访华的主要目的。